好 這邊主要是沈少爺的作品 沈少爺在最近這十年代 創作了非常多跟舞台車相關的作品 這就是我們在廟會系統文化的時候才能看到的一個交道工具 它雖然是一台後車 但是它可以去折疊成一個舞台形式 你可以在舞台的形式裡面去識別認同 以及去分析出各種東西方元素的一個運會 那這次比較特別的是它要展出的這個Sinner Sinner系列就是我們常常在舞台車上面看到的舞者 然後它特別用黑白的色彩來處理 然後顏色其實是比較溫溫的 那搭配上紫色的牆面 我們可以去看出就是在屬於舞台車那個年代裡面 他們的一個穿著以及身分認同的一些區別 那比較特別的是這一次的舞台車都是以紙幅的 紙幅的共度來呈現的 那這個紙幅共度可以讓我們看到更多更多的舞台車的細節 那它可以去呼應待會兒要講的就是成為老師的作品 就是我們的廟會文化的一部分 那其實這一個展間的沈昭浪老師的作品 其實就是重新製作全新的輸出 那特別是在對面這個牆面的最右邊這一幅 它算是舞台車的一個圓形 它是特別小張的中間只有一個席字 那這張比較特別的是它是一個 從三連頓的卡車去直接改裝的 然後算是我們舞台車最早最早的一個範文 好那我們慢慢移動到P展間跟